HELLO 我是阿冠 欢迎收看本周的手机电玩新闻报 7 月已经要结束了 那些说着要在暑假出厂的手机大作 怎么一个都没出现呢? 在这之前先让我们回顾一下 本周又有什么电玩手机游戏上市吧! 今年猫咪大战争四周年的休闲游戏 猫咪大弹调在7 月21 号在Google Play上市 主角为猫咪大战争熟悉的跳跳猫 以跳跳杆弹跳向前挑战的积分模式 另外也有猫咪大战争合作任务 完成任务可以在猫咪大战争中 内领取奖励 不要问我奖励是什么 在游戏中被调达20分钟之后 我就毅然决然放弃啦! 经典复古的修仙大事件 魔天M 游戏在7 月26 号上市 又一款经典的冥洗游戏 绝对不是因为找不到游戏才接收它的 游戏只要出职 就可以得到梦寐求的翅膀VIP法宝 都会吓得快一点克起来 由迪恩跟Pokemon Company 协力打造的手机游戏星座 《宝可梦大师Pokemon Master》 本周展开冲闭测试 游戏的舞台以人工岛和喜悠 以世界宝可梦大赛的冠军作为全新故事 而游戏与我有介绍 你可以看右上角的连接 CAPCOM 宣布今年将推出 《洛克人 X-Dive》 全新系列的手机游戏星座 虽然并非正统续作 但却终时还原了游戏内元素 包含了横向卷軸闪关等等的经典元素 希望不仅能唤起老玩家破关的回忆 也能轻松体验这款游戏经典的美丽 ASUS 宣布为电竞手机 玩家设计了一期一代 ROG Phone 2 将在8月1号正式在台上市 搭载了目前最高的高通855 记忆体积内建空间 全面升级为12GB跟512GB 电容量也升级到了6000A 看来真的很心动啊 反正只要用高通855就是爽啊 中国游戏厂商腾讯游戏旗下 天美工作室宣布与Pokemon Company达成协议 为来将共同开发全新游戏 名字有可能叫做精灵宝可梦 呃...我是觉得这个名字不够好啦 不过以以往的经验就可以知道 中国游戏在取名字上 都有点点怪怪的啦 像以电影来说 像是明天过后就变成后天 捍卫战士Top Gun就变成好大的一把枪 和动漫蜡比小鑫更变成了 一个5岁低能儿的故事 人讯大大有钱就可以任性 反正得不到超猛 我至少可以买下宝可梦啊 在下周又有什么游戏上市或是新的资讯呢? 射击游戏大作 《决胜时刻》 在本周正式启动官方预先注册活动 主打高画质的游戏画面 多元玩法以及流畅操作 我有介绍 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在右上角看连结 美亚高网路代理发行的美食经营游戏 《妖怪餐厅》 预计展7月底上市 游戏是一款妖怪题材 与日系动漫风格的模拟经营游戏 基于妖界美食冒险故事 而且游戏上在基础的经营上 还添加了卡牌养成元素 游戏中更加入了恋爱元素 想要人寿大战 而不是人妖大战的玩家 快点一起来跟人妖交朋友吧! 中国手游娱乐集团宣布 预计发行新手机游戏《家庭教师》 由家庭教师的忠实爱好者组成的开发团队 并经由日本版权方兼修打造而成 并尝试以动作RPG的玩法为主 玩家更还原了《家庭教师》的经典元素 原本是想把它加在2019年动漫改编的 Top10游戏里面 可惜这款游戏上市时间还未定啊 以上就是本周的手机电玩新资讯 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给我 喜欢的观众拜托点个赞订阅一下 也麻烦要开启小铃铛啦 我是爱玩搞怪游戏大怪 我们下一期再见啦 掰掰